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出席2023年 和香港電論小規載第四名 來賽事 今日的見題是 國談頒獎 依由我為選出為主 並且依由我為選出為主 對賽雙方為正方 體育中台 特朗高度的鼓尚指 是軍事輯的主席 是正方的行程同學 在我隔離的是 避世聯理事反方的同學 現在另外介紹一下 正方的議員 是正方的主席 蔡樂施同學 吉祖河敦同學 二副蘇齊 只副蘇齊 我們歡迎在以前的三位提供為分析的採示提供 我們的分析是 香港藍書院中文議論隊教練 杜天雄 蔡先生 第二位是來自北施藍書院議論隊 合作藍書院議論隊 第三位是來自藍書院 來自北施藍書院議論隊 杜天雄 蔡先生 本場比出方來主編公佈一副二副 之後便能與合體面公佈的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佈七碗每方兩分鐘 之後便能七碗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見出現三十二間一兵提供 後中則有兩兵提示 超時十秒則會執擎兵量幾下 詳細規則已發布給各國的參與 參與參與和學校 如果比出其他任何問題 我和計劍會暫停比賽 交由三個平均正常出賽決 請問再到各位有沒有問題 無電話 現在請政府主要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沒有意思 我們都沒有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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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好 請請請正常主要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ثم是反方主練 其也都有4分鐘的時間 好 請正常主要發言 開議 主席評判有份同學的作為大家好 先為編題指安哈丁伊 正如漢語詞典 惡迷是指導音樂界有唱片 歐浩義智遊牧的人 編題中選出意志 亦都展示出今天雙方討論 應該注重於 以遊為作文之後的選舉主持 同時編題中為主意志 表明今天我方自須論證 惡迷投票的8分比比 主義評審為各執行 我方倡以惡迷為主比例為6比4 我方今天恨得編題標準在於 何者對惡迷的發展更有利 我方向這邊提起原因有二 第一 反應大眾聲音 延續音樂本身核心價值 自古以來音樂都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藝術 而惡迷更加是呼應大眾 希望聽到更多種類 更高質素的音樂而生 希望沒有好幾惡迷就沒有惡迷 專業歌手和兒子都指 惡迷的接受 令到創作者更有勇氣 去創作不同類型的歌曲 作出更多新上資 因為惡迷本身就是惡情意見重要的一員 兩者之間的歌曲在雙響 故此在肯定音樂人的頒獎演禮 惡迷作為最大切勤者 比憶為主 因此專業評審往往只有數十人 例如金服掌服為評審則只有20人 和大眾動腐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人口基數 雙差甚遠 根本難以代表大眾真正聲揚 難以代表進入時代 令到惡迷失去對象徵的英童 失去大眾應修性的樂牌和音樂核心價值相違背 相反惡迷的意見作為標準格格 可以反映音樂真真正正對於時代或的潮流的影響 惡迷除了會令平歌曲的旋律 仔細地解讀歌詞 亦都會深言作品的創作理念台背後故事 何見 要做出好的作品 比起專業評審擅長的技術空端 大眾的銀行更為重要 就好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香港大量巨星 例如張國慧 回憶方等等 這些歌曲未必有最高的契義術合金量 甚至其中一些講迫一點 就是所謂的口水歌 大眾對於這些歌讚要有加 因為正正就是大眾心目中最好的音樂 這些歌曲就是因為經過大眾一層層篩選 選出了他們認為可以代用這個年代的音樂 如果沒有大眾的影響 那麼這些輝煌時代有空下物座存在 第二 專業評審評分準則獻缺 透明度 並且尤其主觀性 缺乏共信力 去年 由港台台無先合法的香港 金曲頒獎典禮 因為備受爭議而自舉辦一屆 當港台公開十大中文金曲 投票名單的時候 多位大業歌手例如林家謙陳雷等等 因為無分入圍而引起外界誇言 當中有四個大獎子 是扣專業評審空端得獎者 評審準則無重得知 惡迷不滿意錯過 導致班獎禮最終只能居班一屆 無法延續 由此可見 謙缺透明度的評選機制 根本無法得到樂迷的應徵 當樂迷對於班獎禮 主辦單位 平審甚至樂壇感到失望 將會不利惡彈長遠發展 如果能夠以惡迷為主選出 自然能夠令大眾對賽果更為幸福 更深的是 音樂本來就有其主觀性 即使是專業評審 面對著兩首歌 甚至是更多 同樣符合評審標準中要求的播放的時候 評審都難以判斷 自然都以其主觀意願判斷 台灣金曲獎評審團主席陳生涅 我們亦都曾經表明 因為音樂面向廣 評審難以達成功績 而且每首歌都有其中意的群眾 有其多表情 有資格獲獎的有很多首歌 連專業評審都難以作出拳責的時候 但是就要將他們的投選 結果墊比例大多數有失功穩 又知可見 在音樂世界裏面 不分百眾 難分高低的同行並不難堅 這個時候頂多由樂迷投票 選出更為大眾喜愛的歌曲 評審就擔任附作角色 為幫助把關 將慶功順利 最後請問有科同學 專業評審如何 能夠保證評審標準 就代表溫意 多謝大家 大家好 首先回答柔方的問題 柔方說到專業評審 他們的準則如何可以符合大眾口味 但是不同的樂迷 他們自然會有不同口味 不同的意見 如果柔方說到要符合大眾口味 要每一個人都滿意結果的話 那是否每個歌手 一人一個獎 所有樂迷都滿意結果 就是柔方最想見到的東西呢 這些實力 其實這些音樂品質上的東西 全部都不重要 只要那些樂迷開心就足夠了 而是由樂迷選出的獎項 之所以會給質疑公平性和應受性 正是因為一群樂迷 未必會真正檢視歌手的實力 即使他們實力有限 但都會因為歌手的個人力 而去盲撐他們 甚至用錢幫他們谷票數 令他幫助其他更加有實力的歌手 和獎的機會 事實上其他藝術領域的頒獎禮 例如穆斯克等等 都是由專業評審選出為主 莫迫都是盡量排出 和該領域不同的因素 專業這樣評論入圍的作品 去確保得獎者的得數 和真正肯定他們在這個領域的實力 因此含量別提準則在於 獎項由專業評審選出 能否幫助我彈長遠發展 我方認為獎項應該由專業評審選出 原因有二 一 減低不公情況 提升獎項監力 樂壇設立獎項 是為了肯定歌手的實力 和鼓勵創作 但樂迷未必會持平地 行動歌手的音響實力 相反可能會盲撻自己喜歡的歌手 例如今年斥冊頒獎禮 因為我最愛愛男歌手 這個由樂迷選出的獎項 得獎者龍漢亭就不如名大於十 但依然入圍甚至得獎 樂迷投票應手性成義 加上樂迷可能為了偶著得獎 而為了他去買票谷票數 令投票變得不公平 相反專業評審更加了解 和關注歌曲的細節品質 例如2022年 台灣金曲獎評審主席亞迪仔 就說過評審背後裏歌曲 製作物業的作曲 題材等不同的音響實力 樂迷又是否做到這些評審做到的事呢 可見主要由他們選出得獎者 就可以避免樂迷猛差 或者高票數等收工程的情況出現 從而更大的程度 肯定得獎者的專業技術和實力 提升獎項交易 第二 推幌和歌曲推動多元發展 樂壇頒獎禮除了要肯定歌曲的實力 更加是負責推幌歌曲和音響的責任 建議若然獎項由樂迷選出和主導 就會留為各個歌手鬥多歌迷的地方 越高入氣的歌手就如同而獲獎 小眾或你另類的歌曲就難以入圍和不得到肯定 相反 專業評審具有豐富的知識 亦都對音樂領域涉熱甚我 就可以找到和肯定到這些人氣不高但有實力的歌手 例如男歌手李維浩本身她的人氣不高 直至2014年入圍第25屆金屋獎 最佳國會男歌手等的五項題名 甚至選得最佳身人才開始被留意進行人氣急升 所以專業評審不能有法國人和推廣更加多不同類別 而且有實力的歌手和作品 而不會麻煩推崇人氣 從而鼓勵更多不同的作品創作 推動樂壇多元發展 最後想問有福 有否覺得要大眾去決定結果 按照有福的邏輯 奧斯卡巴獎禮電影金獎獎的獎項 又是否全部都應該由領域投票去選出呢 請多多多人來參考其他位置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請注意填寫公典分數時 需要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版本的分子 第一格陰 第一格陰 陰 陰 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先是白論的分數 好 現在有請正方 請自由派出一位公典員去讀公典 請自由選擇反光一位電眼接受反光問題 正方公典開始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第二格陰 陰 陰 同學藝術官即是主觀的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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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陰 陰 陰 逼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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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合法系都沒有同一個標準的時候 為何某方同學會這麼支持 好了 既然音樂本質是主觀任 都不同 為何幾個專業評審就可以以標準 以他們的標準去選擇特獎者出來呢 因為事實上的就是現在的專業評審 是會有一個專業的角度 去談論歌手的實領話 所以想看一下現在保斯卡的這些 好了 多謝某方同學 再問 每個評判都有自己的品味 好 例如有些評判主義化歌 有些評判主義搖滾樂 那如何用同一個標準去評選這些獎項呢 原來某方同學都知道 標準是會有不同的時侯 那為何現在這麼多網民 這麼多大眾去評選的時候 為何這一個就是一個公平的評選呢 某方同學你覺得幾個人選出來的獎項 還是幾百萬人選出來的獎項 更加公平 更加具公信力呢 在某方眼中 如果越多人選出來的獎項就越公平 那現在保斯卡金像獎這些 這些唱片全部都應該是大眾選出來的獎項 去減少題 好了 有方同學不敢答 唱會有個文學 今天樂壇翻獎的獎項是甚麼呢 是否就是為了推廣這些小眾歌曲 令他們變得出名呢 現在的樂壇不是要推動小眾歌曲 而是無論 不是 而是應該不看歌曲的這些風氣 這些能流行 而是去看他們有沒有實力 所以無論大眾是熱門還是藍門 只要有實力 他們都應該有這個能量 去嘗試這些風氣 請問有方何你今天是否覺得大眾的口味 是否不會去選一個獎項呢 大眾的口味都不同 那如果有方格呢 有方格說出了 既然大眾的口味都沒辦法 同一個時候 那電壓今天平衡會不會 後面不同的時候 我已同一個人 有方何先兩句清楚 那所以呢 原來有方都知道藝術的人 是主觀的手 所以我們不可以在個人中 喜歡這首歌 而是應該看這首歌 又沒有問題多 請問有方向 請自由派出位便員 請自由選擇 請自由選擇 請藍門 在困擲 第兩項 請宏欣賞 即是有哪些犯罪需要群人群 我方覺得每個犯罪都需要群人群 但惡惡也會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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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說到原來當群人群人群的意見是循環的時候 所以通常為甚麼會有循環來的 我方沒有那個群人群群群群 那重要的時候為甚麼是循環 他還要慢喝我們覺得惡惡人群群群 惡惡有甚麼地方 還要知道當一個平靈的掌握是需要循環探施的時候 為甚麼會有循環 是人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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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有方是否覺得一個領域的領域只能夠多人去看 是否能夠多人去看領域的領域 是呀 但有方有講到這些領域的領域是否有專業評審 是嗎 是呀 但有方是否覺得現在只能夠多領域去看領域領域 不如交出數據 現在的獎項比例是專業評審給領域的領域多少 專業評審 我都講過我方支持專業評審是4議 那現在的獎項是否專業4議之後樂迷最終的獎項 現在的獎項是這樣 但原來我方是否認同的領域 所以有些影響翻帶領域 所有一些翻唱展覽他們的做法都是錯的 應該就是由樂迷選出為主 所以在上多月翻致是否放到眼球 最多樂迷看得最好 是否認同 好了又不是的 多謝樂迷 我方要來傳出 等到直方一半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指明的程式 主席評判有方和阿俊 各位大家好 我首先回到有方和問題 有方和我們說 是否應該由影迷全部求出 我方從來沒有說 我全部由影迷或者暗影提出 我方只不過由主席已經說過 今天評判是佔四 而惡迷是佔六 惡迷為主 但我們從來沒有否認過評判的專業性 而評判只不過是仗打關者 做了各位 聽來有方和我的開店的心 但有方和我今天好來地 想追求極致的高評和客觀 但有方和他即使有男子 都同意了 因為他本身是處分的時候 沒有什麼是非對蔡之分 就和我們說一些最好假的例子 其實他都知道惡迷的重要性 就好像有方和我自己說的 阿弟仔這個例子 評判其實他也有說過 連專業評審都會因為自己的音樂 而是感覺有難題 是搞不出哪一個音樂是適合還是錯 就好像如果可以和玻璃心 在梁守坊 他們是搞不出的 連專業評審都還未能夠 甚至下輩都還要進入去選出評判 獎監的時候 那麼今天的好的音樂 從來都不得一手 其實在最初各位都知道 今天無論是哪一個獲獎 最後都會有得面的聲音 正正因為音樂是全世界 每個人都有心目中的得獎者 即使評判都不例外 我們今天是否應該將這個權勻性擺得這麼重呢 是否應該將更大部分交給樂壇更大受眾的樂迷手上呢 而選出的交給成說的 受眾的廣言音樂 男友 男友 女友 女友 又選出 我們的題題主要討論的一部是樂迷或專業評審兩者背後的價值比較 哪部更重要 帶了聲音時代的晉晴 還是所謂的專業呢 是否同學有沒有給所謂的專業的關卡呢 怎樣提搏呢 沒有 只能自己在這裡講 其次有個同學來講 一开始就跟我说我们是要每年每一个的乐迷 我可以对不起 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我方只不过是要以乐迷为主 其次的就是有同学觉得乐迷是盲撑一些歌手 但是我方也有麻烦 但有同学不要误会些乐迷 今天乐迷都是理智的 不是有同学所说的 会盲撑一些歌手的 其次的就是 今天有同学来说 可以更加多元令到新的歌手上去拿奖 然后他们就可以得意宣传 今天颁撑点不是一个给你宣传 给你一个认识新歌手的地方 今天如果有同学想要去 令到这些人变得更加出名的话 那升上奖学就可以了 升上奖学加成能奖 不可以了 因为颁撑点你价值从来都不是发掘 而是为了乐迷作出贡献的人 更加而肯定 其次有同学说 专业评审可以推广和推动乐迷发展 其实有同学都不想为乐迷好 但今天考虑了 乐迷才是推动整个乐迷的最大成人 但没有乐迷就不会有现在的乐迷 暗迷正正反应 现在有时候的需要 如果专业不许提出来的东西 不受大众的认可 那会不会得不到大众的奉命 没有人欣赏的时候 那这个奖学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那同学说 暗迷逛投票 没有数据 没有例子 你不要再无陷些暗迷 其实暗迷都可以很理智的 还有同学说 歌手就是自己做大 就会暗投票 其实我同意今天 大众声音是应该要投出的 只不过是因为偏差大 其实今天有专业评审材把关者 那些作品都不会参照到哪里 而如果今天解决了一人一票 不会有这些造假性出来的话 很特别有所未定习 我欢迎令人欣赏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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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个男朋友 她跟我说 原来 J.E. 平心叫四 岳迷六 但我刚不明白 如果按照这种 岳迷的声音 还要更多 J.E. 平心六 这个清晰的奇分 这个清晰的奇分 给她的时 我们在有个男朋友之下 不是应该全部 十成全都是暗门突出 为什么要需要 专业评审去做把关者 所以其实有方 暗眼里肺 都是承认了原来的奥迷 是会因为自己的意愿去投电 而为什么我们都要专业评审去把关 正正是因为要确保 音乐得奖的质素 所以今天我刚不明白 原来有方都知道 原来这些音乐奖的质素 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由这些 专业评审去选出呢 所以再来看有方的两个语言 有方都演了一同一语言 原来我们做了这个恶迷 它选出的话 我们才可以发映到大量的声音 才可以单高 给这些歌曲 但是今天我刚不明白的是 今天恶迷多 我粉丝多 是不是就代表我实力多高呢 今天有方说得很好的 理想远记的剧话 原来这些恶迷全部都好 理智完全不会盲目合约 但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 原来粉丝可以由不同的图记 可以认识他的偶记 可能因为他拍的剧好看 因为他演技好 所以我喜欢他 可能因为他综艺 拍得好 很好笑他的音乐 我喜欢他 导致了什么 原来他今天 他这个歌手出了一首歌 我根本没听过其他后生人的歌 我只喜欢这个歌手 那我已经直接投票给他上了 是不是有方来评论 在这些时代表一些高质素的歌出来呢 所以难怪文化工作者 以后我们都指出了 现时香港我陈花祭礼的问题 在这些呢 就是奖案只是单纯地追随歌曲的 日本程度 而不会选择一些质素 更加大相对难用的作品 今天我刚刚讲的 尊业评手 他看的就是看回首歌的本身 而不是其他这些 不关音乐事的元素 台湾音乐评论 就是邱嘉明 就出了 因为现场的音乐 编曲 乐传的配器 和在电脑编上的编曲 都有不同的技术差别难度 所以尊业评手 他拥有这些编曲的经验 有这些尊业的意见的时候 在停车的时候 他会将这些点数考进来评论 所以他的想法又多了 如果你都承认这些奖案 是要高质素的时候 就是看尤方的第二个问题 尤方的问题 尤方的问题 尤方说 原来这些非评论 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评分标准 所以就没有评论 尤方提出了 这个无线和国台 做了另一个金曲班的例子 就是做了一届就已经没有了 但尤方明白 他做了一届就没有了 是不是就代表是专业评手的错呢 原来见到 原来教维美奖 原来武士卡人 台湾金曲奖 他们都不是只做了一届 教维美奖做了六十几届 做存在的 金曲做了三十几届 所以今天有多不可以将 这些无线的错都放在这些届上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在乐坛的电视乐团 视频下 我连意见主角色 整个乐坛有什么错呢 今天我们在韩国 例如例子 South City的乐公司 推出的IVE群 他们唱功参 舞蹈神参 舞蹈表演的时候 多数都是假出 但他仍然可以 屯住多点的热场地址 音乐讲的反应 说拿出最佳类权 但是今天同期的Space GC,U,G,C 这些女生 又既然唱歌第一环境 更多感知心里 拿了什么机会 是否有个压情地址 都是一个好的乐坛呢 不认为各位 很喜爱 spins 谢谢 2 3 是 2 2 1 2 主持人 評判永樂在座 大家好聽 今天永樂廚場說了兩件事 第一是不公平 第二是我們應該推幌多元化 我們就一樣一起來了 所以永樂就跟我說 我們應該推幌音樂多元化 所以我們就在頒獎禮 就要給一些冷藥供服進來 但我想問 頒獎禮是甚麼 頒獎禮是要肯定一些有成就的歌手 永樂今天頒獎禮 被一個人賣廣告的地方 永樂把頒獎給我成了甚麼 永樂今天在六四年歌手說 那些不是要出去播放音樂 但公便的時候有跟我們說 原來頒獎禮不是用來推動小晉音樂 永樂今天立場很模糊 永樂他會上點 麻煩義父長跟我講清楚 而在今天永樂都出來跟我說 奧斯卡的獎項 甚麼人都要選出來 那為甚麼樂壇是 那我請教你先講清楚 今天音樂和戲劇 那是兩件事 今天戲劇是一些很細節的演技 這時候要評判才看出 我們今天看不見 今天戲劇是有很多 劇本燈光剪接的限制 那音樂是有很大分別的 有幫我不要再拿一些不關事 兩字出來 有音樂 也很擔心音樂的音質 曲的質量會下降 有很多人有幫我鎖歌 有什麼歌詞重複的歌 但今天有幫我 我幫你今天講得很清楚 今天要以專業評判為主 就是專業評判 其實已經可以篩選了一些 品質好的歌出來 亦有資格又為了歌 但今天當年歌曲 都有一層 都在差不多高級女生的時候 連專業評判都選不出 就像今天金曲獎 有些如果可以歌這兩首歌 他選不出的時候 他們都是按自己的標準來選擇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交給那些惡迷來選擇呢 有可能其實今天 我們今天有專業評判 四個四成的比率來選擇 其實你們已經避免了一些不好的歌詞 其實有可能不理會 他們有沒有叫我Baby Shark 這樣的歌詞在班最禮那裏呢 那第二 我們跟他們說不公平 那今天就跟我們說 有很多不公平的情況 例如是谷票、買票等這些情況 那其實今天 我們見得到 其實是否一人一票就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是否會有方法和所有的東西呢 那有可能有跟我的政策 過手我最喜愛 那我想問一下 我最喜愛的這個獎項 不是一百個巴士 我不是選擇的方法和上點 我喜愛的主管感受 就是我不是選擇的方法和上點 那些人 永和呢 都在中午我討論 就是我意思 那就是永和呢 不要污名迫在我的前 都是我喜歡的名色 因為我會把所有的歌詞 所以永和呢 亦都不要可以這樣拿出來 永和也都忍不裸開 做假作買票 那基本是違法的 其實永和不要再有這些違法的 出來跟我的方說 其實比賽來到這裏 都符合所有的系統的歷史 至少這個漢門 可以強調現實與精神 不在乎據數規格 又會暴清 書法自己的情緒 都很難不及一個乾淤 可以自從解釋 最後華呢 不算是始終不典故 簡直是令正常聽聽 變體一樣 當時獲祭為主是Fusion 和GP所謂的技術 追上了音樂的本質 GP所謂的技巧和GP所謂的音樂 獲祭為何創造了這些打動人士的作品呢 在今晚七十年代學了 過去九十年代學的技巧 他也未必有最精英的技巧 但從一代全期 獲得有樂迷支持 多謝各位 好 好 所有時間是三分鐘的 我心裡有多事 所以後分 然後進入自由變成的環節 雙方過有三分鐘 好 那我自己有 早點 然後 你也都有三分鐘的時間等 準備好請大家介紹 先試 再各位 很厲害 聽完我方頭發言 發現有以下幾大問題 我方問問你 究竟做專業評審 你打什麼關 是否把哪個有進去的關 我方說不怕 要打 哪個有進去 所以到最後 原來我方知道 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方不明白的是 原來專業評審 正正可以提高一些 正正可以審下 實力上的 技術上的層面 因此我方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 有方頭在覺得 實力是最重要的時候 反正你又覺得 人氣都很重要 所以人氣比實力 就應該要選人氣 所以我們應該要 著重於發展這個 案例 那次我方不理解 都是用實力最重要的時候 我方不明白 為何不是用專業評審 評審實力 更重要的是 原來有方頭 你今天也知道 他也知道 掌的意 是在於 肯定錯在人的 金額方面成熟 因此他覺得 阿樂園是來自的 他不會盲叉 所以他就可以肯定 他們的成果 但問題在於 究竟惡法和專業評審 哪個更加來自 哪個更加盲叉 哪個更加盲叉 見到的是 原來今天專業評審 他在音樂的範疇上 他還未攝歷得更加多 在經驗上更加優秀 他比較不關鍵的時候 又更加多是要求 更加多是潮影的時候 結果就是 他更加有專業性 就是他挑選多 那時候會著重於音樂的方面 而不是一些無關重量的細事上 相反我方見到 原來普通樂圍 他在音樂上面的範疇 他視力得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專業的意識的時候 他可能喜歡這個頭像 所以我就投給牛像 或者很多牛像漂亮 這個有長大隻 又更加密 所以我就選擇 所以看到的是 原來他在挑戰的時候 可以看樣子 他喜歡不喜歡 可以看一隻手 用來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不明白了 究竟為什麼呢 難以確保到 他跟音樂有關的情況下 他覺得樂圍 原來是不會盲餐的時候 他就可以更加肯定到 這些方面的 音樂方面的受力 第三點 今天有段時間 跟我們說 原來奧斯特的掌學 不可以 因為他沒有類比性 他所提出的 原來是什麼 就是因為 奧斯特上有燈光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但按照他 今天原來歌曲 上面會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譬如 今天原來這首歌的高低調 低白度 高白度 已經是完全不同 或者甚至乎 這首歌的作風 編制 或者是音樂電影 即是 在視覺上的音樂 原來看到的 通通都可以有不同的範疇 給某方的證明 我都不明白 究竟奧斯特上 為何不能跟英國獎去美金 當時 某方和麻煩 在自由平台的時候 究竟清楚 究竟奧斯特上 為何無可比性 2002年全場提出了 所出的一首新歌 《流天與你傳》 就是首支三台冠軍歌 但最後在樂圍選出的 戚冊版本 典禮當中台人 這個批評姜濤的作品 很多人都說 他輸入氣給姜濤 所以在樂圍頭 見到的就是 他將樂圍的發展 停留在指責 誰會得獎 而不只看遊戲 多了更深層上的 以音樂上的技能 能有新的特貨 多謝各位 謝謝 最後,這單進入市內的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每一科時檢驗完之後,本人會宣布其一方的宣言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入位或多位店員去發現 而每位店員都必須在本環節裏面發現 若一本環節結束時,再讓人先發現有店員從未發現的話 即是可以即場提出 如果證實的話,那位店員所服方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成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自由技能環節現在開始 請靜心看出有個自行手先發言 想問雙方同學,今天的變題是甚麼? 今天的變題是,到底現在誰應該去評算一個樂壇關 例如,現在才可以改變了 奧斯卡的評論被解決了,想問雙方 奧斯卡的所有獎項都拿到同學去評選 好了,雙方同學,今天都值得說 今天變題是在說哪一個民主 但是雙方同學,由主變到一直在問的是 今天應不應該全方由惡迷去投票 想問雙方同學,你錯過變題還是怎樣? 再問雙方同學,今天由雙方同學 今天要評定編曲,其實有難度可以選擇 沒有能力去選擇 但今天雙方看到台灣人 奧斯卡的音樂制作人 百多人就說,他們可以分得出 歌曲編曲的好和歪 但當他們的作品程度 但從之間,他們是沒有能力去選擇 然後,問雙方同學,今天如何判決這些獎項 我方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你有沒有能力去選擇 為何是6比4,而不是10比10? 那如果今天是10比4 我覺得這條面題就不會出現 我方只不過是說,6比4 這個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評判作為打彎仔 然後,他最後,他投出的作品 這些評判自己都說他選不到的時候 最後的選擇要來交給歌位 他就去選擇一首歌,讓他們共鳴 去選擇他們的應修性 我方同學,問回來了 如果評判,他們連作品都選不到 八卦都選不到的時候 他們用什麼去選擇? 有方同學,你聽我說 原來是專業評審 他很難選的時候 他會去選擇什麼? 有方同學,剛剛答了你 他們可以分得出好和壞 但在譜裏面的八卦之間 他們沒有能力去選擇 那現在我方同學選擇 那現在是因為評判沒有能力去選擇 他們不知道打哪一首 所以惡迷的應修性 應修性是最重要的 我們沒有科目講過的應修性 那些人其高的影響 才不會扣到這種概念 問回來了 今天這樣就不夠了 其實評判,他減不到的時候 他會去主觀去選擇 他說評判都是主觀去選擇 為什麼不給更加多的惡迷 給評判人數更加多的惡迷去選擇? 這個不是更加相比之下 客觀者的選擇嗎? 我想問有方,你會說主觀問題這麼嚴重的時候 究竟是惡迷主觀一點 還是專業評判主觀一點? 最後評判減處的時候 他都是全官 跟惡迷一樣 那惡迷多於他 其實應該是惡迷 但原來專業評判 有方自己都可以說 他會陷入很多專業的細節 之後他才減到那支伴主 但惡迷一開始就變得更加多 我會想問一下 除了評判是全官 那幾十個樣的主觀多些 還是幾百萬的主觀更加多些? 不是現在想問的很簡單 就是他們會專業評證員 選擇那些同樣的選擇 他們才主觀 但由頭到尾都主觀更加多些 那我今天你不明白的問題 就是入了為了 因為原來他們已經評選了 因為評判已經評選了 因為評判已經評選了 因為評判差不多高 要惡迷在差不多這麼高的角度選出來 那這個問題有沒有這麼難 有方和我問你 那為什麼多了人的主觀 就抵押是客觀了? 不是就是問你 現在就是說 十個人選擇的東西是主觀 還是七、八個人選擇的東西 相對上是比較客觀 其實有方都不說 但我都知道惡迷是比較客觀的 有方同學 那今天惡迷比較客觀的時候 是惡迷上最大的選擇 那今天後面應該先去他們為主 今天有方說惡迷沒有客觀 但今天惡迷出的例子就是 原來惡迷可能因為他的樣子 因為他是演技 因為他綜藝拍得好 那這些是否絕觀 有方同學 今天是否所有惡迷都是這樣 還是有方同學 今天只是拿著的例子 正在寫著羅方說 你是不是 你有沒有白頭論證 只有所有惡迷都只是看樣 不看實力去評選這些獎項 所以今天有方知道 看樣不看實力 是問題所掌 今天我們比較的就是 兩隻的機靈 今天專業評選 看的一定是必然會少過這些 看的因素力 還是會少過專業看惡迷的 但是今天惡迷看到惡迷 其實今天不是講了幾個 今天惡迷是講的 今天全部的獎項 因為有哪個來投 不如惡迷我們先問清楚 惡迷現在是否覺得 評審和一些普羅大陸看的東西是否一樣 惡迷同意這個論點 惡迷今天覺得 專業評審作為把關 就是他們有能力去選出比較好的獎項 正當是由那些大眾去選出有什麼問題 好 請問一下 正當自由電動的時間 結果現在反方向 順而1分42秒請自由看 初衛迷手 由他去說 他提到柔幫台 今天他覺得他需要人去把關 但問題是 在平常情況下 因素力解決不到 但由他負責 那是由他負責 由幫台從來沒有交代過 因此有方不理解的 為什麼多數人的主觀就等於是一個好的 就會等於是一個客觀的情況 有方堂今天從來沒有講清楚 究竟為什麼這兩者可以 或想等多的時候 有方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有方堂所說的 就是在立場底下就覺得 實力是重要的時候 有方不理解 既然實力是重要 為什麼不直接由川雲平手去講呢 就是去啟發呢 所以今天看到的是 原來在樂壇的發展有方說得很重要 但是今天在我和他選的時候 就只會將這個發展停留在指責 誰值得這個獎 誰不值得這個獎 可能那些只是看入面 不論了更加深層的 音樂上面的技巧 上面的這些成績 所以難以有新的特工 所以原來將這個平衡 交給專業的人去做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漁溫的 但起碼是由專業的人去做的時候 他們可以靠真材實斂 可以靠別處一格的曲風 高詞等等 去定解誰才值得拿獎 誰能夠求補到拿獎的人 一定有他的實力 即是正正可以提供一個更加公平 更加多餘的空間 給專業創作更加好的音樂 這樣才能夠正面推動到音樂細的發展 你只能看到的是 原來雙方是增壓到他在於 有方就不能夠認證清楚 那些音樂壞比專業評審 他的理性的程度 或者他簡約難差的程度 就不會在大過專業評審的時候 我幫他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有方所說的 樂壞就一定會更加理智 而當他都知道專業評審 即是他都知道 叫減假你喜歡美 多謝各位 請問她的各位有沒有發現,頭上有電影請發言 好,現在到結業的完結收包結業的多數的時間預備 請 hm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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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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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